婆婆这句话最容易让人乍毛 你的婆婆对你好吗 提起这个招点 妈妈们简直停不下来 选择了老公 婆婆就是买一送一 婆媳相处的好的 如沐春风 让人羡慕嫉妒 相处的不好的 如坐增脸 连空气都被讨厌 究其原因 其实有时候就是没有 看下面几点 一 都是妈妈不好 有的婆婆对媳妇有意见 不愿意坐下来和媳妇直接交流 喜欢借用宝宝这个道具 表达不满 有位妈妈说 每次听到宝宝哭 婆婆就走过来 对宝宝说 你妈妈身上有刺啊 或者说 你妈妈是不是掐你了 心里好希望宝宝 能给妈妈一个清白呀 这样几次以后 妈妈终于忍不住了 向婆婆提出别这样说 会误导宝宝 她说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这点小事也太矫正了吧 孩子这么小 他又不懂事 孩子小不懂事 你这么大了 怎么还不懂事 还有的婆婆喜欢说 这么晚了我们还没睡 都是你妈不好好哄我们 我们又饿肚子了 都是你妈不好好喂我们 听到这些话 当媳妇的肯定又憋屈又生气 憋屈的是 我怎么没有好好哄孩子了 我怎么没有好好喂孩子了 生气的是 有什么意见 冲着我来 不要当着孩子 说这些伤不垃圾的话 养育孩子 不是当妈一个人的事情 家里成员人人有份 不能遇到成绩 就说是自己的功劳 要分责任 就全算到妈妈头上 谁都不是冤诈头 出了力 还要被谴责的事情 放谁身上都不愉快 二 生儿子比生女儿好 有位妈妈 之前一直怀不上孩子 跑了无数次医院 心理压力一直很大 为了休养身体 妈妈甚至还辞了职 花了一年时间 终于怀上孩子 本想的 这些男方家里 总算满意了 不担心没有后代了 但婆婆知道 怀孕的消息后 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如果怀的是女孩 就再过两年再生一个 怀的是男孩 就随便你们要不要儿胎 后来B超照出来 孩子是女孩 婆婆当场就黑了脸 经过这件事情 这位妈妈 气得血压高到住院 心也凉了 为了这个孩子 我付出的辛苦 已经够多了 你怎么就看不到呢 一定要生出 你们要的孙子才行 可我又不是生育工具 什么都不能 稍稍心疼一下 她的身体呢 有些婆婆 有做男轻女就算了 还莫名有一种优越感 我能生儿子我行 你生不出儿子你不行 有这种想法 自然会表现到 言语上多伤人 这位妈妈生了一个女宝 这才生完几个小时 婆婆就明显流露出 对孩子性别的不满意 当着这位亲妈 和外婆的面 就一个劲地夸她自己 说自己有一肚子的儿子 对最后这一个彻底无语 这得多冷血 多恶毒 完全没把媳妇和孩子 当人看 三 爸爸最伟大 婆婆不是亲妈 却是别人的亲妈 这个别人就是孩子爸 在婆婆心里 儿子肯定比媳妇重要 但这样的想法 发心里就行了 表达出来就要闹矛盾 有位妈妈 让孩子爸出去 丢一下家里的垃圾 没想到婆婆瞪了一眼老公说 我说不用你去 倒就不用你去 宝宝拿东西 给妈妈吃 婆婆也要追在屁股后面嚷 给爸爸吃 你怎么不给爸爸吃 在这位婆婆心里 家庭成员 就是自己的老伴儿子和孙女 媳妇 只能算是半个家人吧 有些婆婆还喜欢对孩子说 爸爸最伟大 孩子像爸爸 像爷爷 像奶奶 使活不肯说 像妈妈 换个思考 媳妇也是别人家的宝贝 和你儿子结婚 也是双向选择 地位平等 怎么到你这里 就变成了二等公民了